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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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房市的关键指标 也因此档期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房产界约定俗成的活动 而且呢是大量的假日 尤其呢在这个习俗当中呢 很多人就会看到房市的数字 来判断现在市场的水温到底是如何 而这个房市档期的理念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日期 包含了大家可以知道的329 大家可以想到清明廉价 也就有所谓的看污潮 所以上半年的房市水温 大部分都会在这个329档期当中来观察 520呢过去大家呢 可以想象到这个总统就职 然后还有我们的结婚旺季 也因此呢在这个政策面当中 大家预想的是 有没有可能政府在这个方面 释放所谓的利多到我们的市场上面来 而事实上这次节目当中谈到的928档期呢 其实就是过了农历的民俗月 而暑假之后呢也有一些新的推案潮 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新的开始 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下半年的房市水温 能不能从928档期当中略知一二 那在房市档期当中呢 很多人也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来跟建商讨价还价 到底有没有溢价空间呢 其实各家建商呢都有新案推出的同时 的确消费者你的选择就非常的多元了 那当然如果在档期当中 其实业者在数字上也希望有一个漂亮的成绩单 也因此销售的压力之下呢 有可能在一些特殊的建案或是产品上面 有一些优惠的方案 所以包含了这个内容上 您可以谈到的是价格的退让 买屋可能会付装潢 或者是送你一些比较实用的家电等等 都是里面有可能会发生的优惠条件 会发生的优惠条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